这五个菜一共花了88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刘 到隋芬河了 找了一个小馆子吃饭 被他的物价惊到了 本来进门的菜价 他属实是不带便宜 但是老板说他家有团购 这五个菜一共花了88 这个是农夫山泉的瓶子 对比一下 这个尺码真的好大 他那个特色 酸菜搂的就是酸菜油脂搂的 这水晶酒 我要了一份 还是团的 19.9元 整体环境不错 都是名厨 隋芬河 大昌美味居 注意他们家没有免费的纸 餐巾纸 两个钱一包 这两个是他家的特色 首先是县压的冷面 面条很软 很弹 很浓的酸甜口 他们说这特色的水晶蒸饺 团的花了20 酸菜和这个油脂肉的吃三大蒜 这个吃起来很筋动 应该像是那个蟹饺那种 蝦饺那种 猪子牛肉指的应该是这个小颗粒吧 跟那个小酥肉插锅 蘸这个椒芽 有点偏 上面有一层油可以看见 然后里面这层肉 看这样也不少 确实 不少不少 往里面这个多加点这个肉片的 是不是 肉片味吃完行 肉片味吃完 用的是猪肉的 这个是那个大拉皮的 这个可是确实是有点大 不太好拌 这个拉皮的就一口吧 肉片了 烤出来 我烤 它醋放多了 这焖的是个什么鱼 反正这也是 也不认识 有个扁的 这是个片口吧应该 然后就有点这个鱼米饼子 酱味的 随便来一块这个鱼肉啊 菜做的还行 就是我不太喜欢吃鱼 然后呢 我可以做吃点这个饺子 和那个鱼肉 哎 这边 水煮肉片 这是那碗鸡蛋汤 看着鸡蛋还行 没少给 然后坐这边没空调 有点热 还挺 就是普通的家常口味的汤 这个饺子说实话挺有意思 蘸了蒜泥之后味反而好一些 面皮要一起来筋道滑着 就是那个粉条子的口感 做这个 酸蛋汤还行 这个皮一咬就滑溜溜的 知道吧 土豆粉 大家感觉吗 就是在这个 随分和这个 性价比落格是不是 今天这个小店 我要在这看了一下 感觉其实 还好 吃点鸡汤 吃点鸡汤 还是很想吃东西 就不快了 太热了 这也真早了 拜拜 拜拜走了 这种面不错 面条很软和 很堪的 这种河有什么 好吃的好玩的 别忘了跟我说一下 名字跟地址 我抽空的话 会去拍的